各位同學,你們好 這條影片是處理M2的System of Equation 的過去報告 是講的是2021年的第八題,Session A的題目 Session A的題目相對分數不太多 但做的東西也挺多 我們來看看,有一組System of Equation 先留意,這裡有一個 unknown的D 不斷地出現 其實做System of Equation的題目 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這個概念 究竟它什麼時候有unit solution 什麼時候沒有unit solution 第一關就是delta 究竟是等於0和不等於0 我們先重複一次 不等於0,delta不等於0就是unit solution delta等於0就是沒有unit solution 但沒有unit solution就是什麼呢? 沒有unit solution就是有機會是no solution 或者有無數組解 現在就是講這個case 上面這組東西有無數組解 那就是說什麼呢? 即是你要有無數組解的話 那一定是delta等於0 所以就是靠這個資料找D出來 你就看到荷sir在做什麼呢? 在做delta等於0 這個概念是怎麼來的? 其實是來自這裏引申下來的 這是必要條件來的 那就是delta等於0 D等於3和-11 為什麼說做的東西有多少呢? 因為有兩個D都會令到delta等於0 那檢查一下那時候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Hand solve 2 即是利用這兩個D 分別去解決了 你做System equation 所以第一個case 先看D等於3 將D等於3 全都放進去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你就會發覺所有東西 變成一個real number 變成一個實數 那中間做膠色 Immination 可能不多說了 最後由這些東西做到這樣 OK 最後呢 很幸運 你做到0000 那是什麼呢? 做0000 即是做到它有無數組解 於是就用T的表示方式 所以Z做T 最後Y就是這個 X就是這個 於是便做得到第一個case 第二個case D都要-11 其實D都要-11 應該這樣 將D取etta 於是便出了01組 然後再做,變成0,變成多,變成多 但是你會發現 這裏是0,0,0 但是最後 第三條的右手指定是一個 non zero 就是說這條式是沒有可能發生 就是說原來在 D 等於-11 的情況下 它是 no solution 你說 no solution 也做不到 那為什麼做來做什麼呢? 明明題目說有無數的組織 但是關鍵就是你要去 solve 兩個情況 D 等於-11 和D 等於-3 都要去 solve OK? 好了 就是因為你這樣做了 它有 no solution 就是這樣來了 好了 接著 B part B part B part 說什麼呢? B part 說 有人說 E part 有一 B part cd E 何時有解決呢? 當D 等於 3 的時候只有這一套解決 現在說這一套解決 當然這是無數的理解 現在說可以滿足到額外的額外 有一套解決 我就代替去檢查一下 把剛才D 等於 3 的 3 個個案 代替進去 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 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 如果用計數機去解決 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因為計數機不能發出 其實D 等於 0 即是 這裡有無數的組解 頭三條原本的 2 個組系統 有無數的組解 即是說Rand D 等於 3 時 縱使有無數的組解 但這無數的組解都不能夠 滿足到這個環境 所以题目说有一套解析吗? 其实是没有的 当然DDR-11本身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这就是第21年的答案 你说,可Sir好像讲漏了APAC SoftE的位置 我们现在一起看marking 时间关系,我想展示这里给你们看 APAC说要稳一点,记不记得吗? 稳一点,来到这里找到 这个分点怎样比呢? DELTA是这样 然后等它等于0 那就是最后计算 所以 所以 你去计算DELTA 有个N分 你可能计算错 但也有个N分 如果部分对 部分对就有N分 然后你计算它等于0 无论你计算到什么 你计算它等于0 有第二个N分 好了 什么叫Hands Solve E 计算到这两个就要解决 对吗? 好了 这两个Case都要做 刚才说了 两个Case各自 只要你去尝试做一些交易人的东西 你就有这个M 随便一个就有了 OK? 然后 然后 E 在D等于-11的时候 是no solution 即是说 D不等于-11 才是有Solution 对吧? D对-3 进入D对-3 进入D对-3 就有一分了 然后 做到这样 出到T的东西 就有一分了 OK? B Part就是刚才那些东西了 将这三个XYZ 放下来 这条式 最后出到 一条Case各自 但是没有分 我说这么久 这个M分怎么来呢? 你要尝试处理一下 它有多少个Root 查DELTA 一定是 这题不能谈论 查DELTA 你就有M分了 OK? 现在别人问 有1SET 其实没有说是什么 所以你不用解决T 所以你找NUMBER OF ROOTS 就可以 一定是查DELTA 这个分 OK? 你可能 这条式错 但是你要查DELTA 就有这个分 当然最后的结论要适合 对吧? 你要所有东西要适合 最后这个结论 才有这个分 这个就是2021年第8题了 OK? 希望这个讲解帮到你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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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